加联太平医疗网宣布 持续2022年9月底 加州州长纽森签署的第2260号议会法案 要求在全加州新建的公共和私人建筑中 安装外伤出血控制套件 目的是要能在紧急情况下拯救更多生命 因此新推出Stop the Bleed计划并开始实施 这个止血袋里面它包含了什么东西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口罩 让我们在帮助别人面前要先保护我们自己 那我们先把口罩戴上 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些纱布 通常最简单的止血方法就是 所谓的直接加压止血法 就是你拿纱布按着止血的地方 然后用压力的方式把这个血止住 新闻发布会上 加州州众议员方树强 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饶颖范 阿罕布拉市市议员莎莉内培雷斯 都亲自出席支持并分别颁发贺状 此外加联太平医疗网也特别安排 盛盖博医院急诊主任关医师 分析止血带的各种好处 你可以用这止血带在稍微流血部分的上围 把它绷紧 那最重要的是把它绷紧之后呢 为什么会有一支笔在这里呢 因为希望这个笔在这个止血带上面写 你绑上去的时间 因为我这样等你把这个 这位病人送到医院的时候 我可以清确明确地看到 这个是在三十分钟前只写的 因为你会写个时间嘛 那就会避免组织坏死 那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此外还有张伟民医师 从历史和数据角度 详细介绍 《Stop the Bleed》计划的发起原由 以及如何为各组义做出巨大贡献 停止流血这个项目 这个课程其实在2016年 由美国手术医生协会成立 而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面 已经有大概240万人 已经受训过 而最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如果有人是当他们在公众的地方 有一些的紧急的事情发生 而见到有一些的受害者 他们是流血 流很多血 那你可以教他们 怎样可以打电话求救 911 还有怎样可以当场 帮助受害者停止他们的流血 透过加联太平医疗网 加惠尔医疗中心 和洛杉矶县医学协会 携手资助《Stop the Bleed》计划 将让更多亚裔社区居民 学会如何面对紧急情况 止血救人 观众查询更多信息 请上《Stop the Bleed》计划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Stop the Bleed》计划官网